從2005 年開始的蝙蝠蝦電影三部曲 雖然已經完結 不過它的遊戲作品可是不會因此停擺 要在任天堂的新主機 Wii U 上 推出《蝙蝠蝠 阿卡漢城市 武裝版》 就是要玩家們體驗一下 當蝙蝠蝠伸張正義的感覺喔 講到被玩家評為至今最棒的 《蝙蝠蝠系列遊戲》 當然以華納互動與樂 推出的《蝙蝠蝠 阿卡漢城市 最受歡迎》 雖然這款遊戲已經推出 PS3 與 Xbox 360 版本 但隨著任天堂新主機 Wii U 的推出 《蝙蝠蝠 》也將再度大顯升威 在這款 Wii U 版本的《蝙蝠蝠 阿卡漢城市 武裝版》 將提供和原作相同的故事及內容 並讓玩家見識到 任天堂遊戲平板所帶來的可能性 本作是根據美國DC漫畫公司所改編的遊戲 將舞台設定在阿卡漢城 這個被惡棍和犯罪者們肆虐的罪惡之城 玩家要扮演蝙蝠俠 打擊城內的個個危險罪犯 而原作中的貓女、小丑、企鵝先生等諸多人氣角色 也將全數出場 讓玩家們可以體驗黑暗騎士伸張正義的感覺 而遊戲也將發揮 Wii U 遊戲平板的特色 除了可以輔助各種操作 還能夠當作蝙蝠俠的偵測器 讓遊戲玩起來樂趣大不同哦